来来来 来聊个天 哈喽大家 今天我来给你们录Q&A 回答一些你们在微博 V站还有小红书上问我的问题 我稍微看了一眼 绝大部分的问题 还是跟艺术有关的 比如我的艺术背景啊 艺术创作历程啊 其实本来我还挺期待 回答一些有趣的问题 比如喜欢看的综艺啊 电视剧啊电影啊之类的 你们看我昨天新做的指甲 我觉得女生每次做完指甲以后 就特别你知道吧 莫名其妙地摆出一些这种pose 我真的是从来都不做指甲 因为做雕塑的话 其实长指甲非常麻烦 所以可能一年也就做一两次指甲 年末的时候正好也想 给自己放松一下休息一下 因为去年真的特别忙 从三月四月份 就一直在忙一个很大的project 一个算dream come true的project 然后我也非常迫不惜待 想跟大家分享 到年底的时候就基本上特别的burn out 没有精力的意思 所以就适当的稍微减轻一点工作 花点时间自己臭美一下呀 看看剧啊看看书啊之类的 其实每年到春节这会儿 我都会回国跟家人一起过春节 因为疫情的关系去年没有回国 今年也没法回国过年 但是我还是打算今年的夏天 或者是年末的时候回国 因为有些工作方面的东西要处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了解 回国的手续真的特别复杂 好像有点跑题哈 但是其中一个问题确实是 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国 还有好多问我什么时候能在国内办个展 这其实是我想回国的原因之一 就是回国办展 带着我的雕塑小宝贝回娘家 想问一下老师未来打算 有没有想过回国办展之类的 想亲爱看看老师作品 2022年在北京办展 非常有可能 我给你80%到90%的可能性 也希望最好我本人能在场 小宝老师是怎么开始自由接业 慢慢发展成现在这样的 现在在读插画方面 希望未来可以成为像老师一样的艺术家 我先聊一下我的艺术背景吧 我从小在北京长大 从四五岁的时候开始接触绘画 一开始小朋友学都是国画啊 书法啊之类的 我现在还记得小时候画 小麻雀 用那个叫什么牌子来的 玛丽吗 玛丽国画颜料 画小麻雀 哇记忆犹新 从小学开始 每周末要去上艺术班 还有奥树课 天哪 奥树课对于我来说 真的是最没用的课外班 我好像还学过围棋 反正小时候各种课外活动 我妈都给我报了 舞蹈课啊 声乐课 围棋 奥树 好像有英语吧 还有就是美术课 当然我最喜欢的也就是美术课 小学的时候开始学素描 慢慢的也开始接触水粉 之后出高中考上了清华副的美术班 所以我从十二岁的时候就开始住校 因为我家在丰台区然后学校在海淀区 一开始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但我觉得学生时代的时光真的是太美好了 有时候非常想念那时候无忧无虑的少年轻狂 每天跟社友打成一片啊之类的 我们有好多特别有趣的故事 如果你现在在初高中这个阶段 虽然我知道你心理上会有很多的压力 然后迷茫 也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享受当下 真的学生时光一去不复返 长大以后你就会发现可能学生时光是你这一生最不忧无虑 最美好最单纯最青春的那段时光 虽然我那会儿也特别希望赶快长大 青春期那会儿也经历了就是非常自卑啊 容貌焦虑啊 可以说丑小鸭的那个阶段 高中时候还戴了一年的牙套 头发还被剪得巨短 有一段时间我戴了一个月的帽子 因为觉得发型巨丑 反正就是经历了很多非常迷茫 不自信的阶段 但无论如何回忆起来 整个环境啊 气氛啊 和同学朋友在一起的欢乐啊 还是非常美好的 初高中的时候主要学习就是素描和水粉 因为我们是美术班嘛 所以我们会有自己的studio时间 就是有一天上午或者下午 就是完全是美术课 我记得周六的时候好像还有课外的美术课 虽然也是在学校 但是就是更多的studio时间 所以有时候在网上刷到一些美术生的故事啊 经历啊什么的 看大家那些画板 还有颜料盘 真的觉得好熟悉啊 我记高二的时候我们还去集训 就是在一个郊区之类的地方 全都是美术生 那段时间确实特别苦 当时是因为接到我 小姑姑的一个电话 她就邀请我来美国上大学 怎么说呢 当时没有想太多 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是我可能有点厌烦了当时国内的那种竞争环境吧 当时特别想换个环境看看 没有深思熟虑而是 带着我走了挺远的 当然这一路上也遇到过挫折 大部分的时候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怎么说呢 我不太会用成功来定义我现在的状态吧 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做到我最想做的事 可能未来做到了那些事以后 我才会真正觉得 I made it 我记得当时的艺术老师对我这个决定有一点点失望 但是就是因为那个决定 所以我现在坐在这里给大家录这个视频 所以我觉得人生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有它的原因的 有时候真的就是随心而愈 高二时候开始学托福 考试啊 准备作品集 申请院校之类的 当时我是找了中介来帮我申请美国的艺术院校 申请了三个艺术院校 被两个录取了 一个是SVA 一个是Pratt Institute 最后选了Pratt 原因是因为他们给了我颁奖 第三个学校我给忘了 然后因为当时准备托福的时候压力特别大 又是青春期 所以就开始长痘 所以来纽约的时候 第一年就是非常不自信 八月底开学嘛 我提前两周来到纽约 大姑姑 小姑姑 姑父 还有我的堂哥 送我到学校 把行李放那儿 他们走了以后的那个空虚感 之间真的是难以忘怀 那一刻可能真正才体会到 我做的这个决定有多么重大 充满无助 非常不想让他们走 当时英文不太敢说 不是说英文不好 而是就不敢张口 大学的时候我也是主校 所以整个环境和人文 还有各种社交啊 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毕竟是来到另一个国家 但是还是遇到了很多很好的朋友 大家都对我很照顾 之后可能慢慢的就变得更敢说了 更敢于表达自己 我大学的主修是平面设计 它属于Comedy Communication Design Department 之下的其中一个 我们还有Advertising Graphic Design Illustration 当时选平面设计就是因为 觉得它可能以后好找工作 搞笑的是最后也没有做上 跟平面设计有关的工作 第一年上的是专业课嘛 就是Foundation Class 虽然可能我的基础会比我的外国同学稍微好一点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创造力真的非常厉害 这是我在后三年非常努力学习的地方 就是Creativity还有Imagination 我在大三开始对油画 还有High Fashion Photography 就时装摄影之类的特别感兴趣 本来有一段时间特别想成为摄影师 但后来还是觉得我比较适合更动手方面的艺术创作 我刚开始在Instagram分享 是分享我的插画和油画之类的 慢慢地积累了一小部分观众吧 直到我大四开始自学雕塑以后 通过雕塑和分享我的创作过程 之后吸引了更多的关注 当时就觉得 其实大家更喜欢看我做雕塑 虽然是一门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艺术 但当时我觉得因为从小学习绘画 我可能在画画的时候 更专注于技巧方面的展示 而不是用一幅画来表达自己的内心 或者是传达一些情感 艺术其实就是一种交流的方式嘛 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自愈的方法 我感觉大学那会儿太着重于技巧方面的东西 所以总觉得在画画的时候有些空虚 然后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和风格 通过这个动手自学的方式 慢慢的就把自己的感情和一些想法 注在里面 所以对于我来说在情感表达上 和技巧是同步进步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解释清楚 但是这是一个我觉得当时的心理历程吧 当然雕塑也给我一种成就感 也不是说画画对我来说没有成就感 而是因为雕塑是3D的 所以在你做一个人物的时候 会让你感觉他活过来了 是一个非常magical的过程 当时开始自学雕塑纯属兴趣 大四的时候在准备避设 看到一些喜欢的球形关节娃娃 然后我就异想天开来想自己做一个试试 虽然之间还没有做出一个娃娃出来 但是慢慢的就走上了雕塑这条路吧 我当时就觉得如果我等到毕业了以后 找到工作以后才去尝试这个喜好 工作以后肯定会慢慢的忙起来 所以我就会一直拖一直拖 去年我也尝试了很多东西 做绒画啊 写书法啊 可能因为在家待的时间太长了吧 就老想自己给自己找事干 我觉得我是一个手上闲不下来的人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做手工 所以我还是挺想鼓励大家 如果你有什么喜好 或者想尝试的东西 真的我觉得就大胆地去尝试 因为我对国内的艺术环境不太了解 所以我也不太好给大家一些意见 比如说你应该怎么做啊之类的 但我觉得社交网络 确实是一个挺重要的平台 以我的经历来说 我觉得跟画廊啊 艺术馆合作 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艺术家之路慢慢走上正轨 是在开了第一个迷你个人展之后 大学毕业以后我决定专攻 自由职业艺术家这个行业 我真的非常感谢我父母的支持 我当时决定如果一年之内 没有任何成果的话 我就乖乖地找一个平面设计师的工作 在刚开始的时候 如果没有资金上的支持 其实是非常难熬的 如果你非常注重稳定的收入 我是不太建议你去尝试这个职业的 当时做这个决定真的是非常 可以说有点任性吧 因为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已经找到实习工作了 或者已经有了设计师的工作 但我就执意地想做雕塑 做自由职业艺术家 我觉得我还是挺相信自己的 我觉得我可以做出来 非常幸运的是17年 哦不对 16年的时候接到了邀请 在费城办我的一个迷你个人展 然后同时也在经营自己的社交网络 因为画廊他们毕竟也是一个business 首先他们会看你的艺术风格 符合不符合他们客户的喜好 其次呢 他们也要看你的关注度啊 你的粉丝多不多啊之类的 最后呢 他们也会考虑你的价位 适不适合他们的画廊 跟画廊合作是一个互助的方式吧 我目前对国内的画廊不太了解 但是国外是这个样子的 办展对于艺术家来说 其实更多在于能让大众看见 亲眼看见你的作品 在展上能遇到很多其他的艺术家啊 能遇到关注你的人啊之类的 对于我来说办展的好处是这些 因为国外绝大部分的画廊 它是收50%的利润 我是从2020年开始吧 决定先休息一下 自然是不办大的个人展了 我还是有参加一些群展 在于准备艺术品的那段时间内 其实是没有收入的 要等到办展之后 艺术品出售以后 你才能拿到你那一段时间的收入 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些存款 办展也挺辛苦的 可能这也取决于我雕塑 做的比较慢吧 如果我决定办一个大的个展 我可能这一年 都没有太多时间去接刻定啊 或者是做额外的雕塑 大部分时间我必须放在准备这个个展上面 然后我也是一个比较完美主义的艺术家 我还是挺希望专心去做一件事 然后把它做到最好最棒 所以我的精力可能没法分散到太多的东西 关于开课方面 其实我一直都有这个想法 但是目前确实没有时间 我一直有在patreon上发一些英文的教程 去年90月我也做了一个intensive art course 更细节的讲怎么从设计 打稿 雕塑 上色 封层 到怎么给你的作品拍照 就是很完善的一个过程 我录成了四节课 每节课是40分钟到一个小时长 但是都是英文的 然后我目前真的没有时间 去加字幕 或者如果你们可以帮我加字幕的话 想知道姐姐是怎么把灵感汇总成作品的 还有如果可以的话 想知道成为自由职业后 每天是怎么规划时间做事情的 我觉得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是一个不太画草稿的艺术家 我一般有一个想法以后就立马动手 我觉得我大部分雕塑在刚开始做的时候 都想象不到 做成了以后的样子 因为我的很多灵感是在制作过程中产生的 如果在制作一个作品 其实那一段时间 我脑子都会一直在想新的东西 去完善这个作品 可能跟我的性格也有关吧 在艺术方面 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做计划 然后按部就班的去实施这个计划的人 我做的计划可能是跟时间上有关的 因为比如说我有一个due date之类的 所以我要把这一周的时间安排好 我每天的schedule一般就是 早上起来先恢复邮件呀 看看social media之类的 吃完早餐以后就开始做雕塑 后面就是我的工作桌 这个桌子其实蛮高的 所以一般我是站着工作的 因为要录制制作过程嘛 所以一般就是一边录一边做 三点多我会小休息一下 然后吃点东西 然后继续工作 工作到六七点 然后再小休息一下 有时候会工作到晚上十点 这就是我一天的schedule啊 想知道姐姐在艺术创作中是否构建建构过 建构了一个怎样的精神乐园 这个问题问的好棒 大部分的时候我是把我最乐观最开心 最向往的最幸福的一面放在我的雕塑作品里面 因为我希望看到我作品的观众们也能吸收到同样的感受 我很喜欢艺术作品中的contrast 好多我的作品的灵感其实是来于生活 来于我自己的想象啊 童年的记忆啊之类的 总体来说我觉得我的人生充满了幸福和幸运 有时候我也非常天马行空 异想天开 所以我在创作中会想怎样把这些描绘在我的作品里 另一方面我觉得人生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比较平淡的 所以我希望当我走入我的艺术精神世界的时候 它是充满色彩的充满活力的 非常意想不到像梦境一样 也许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还保留着一个童心吧 我觉得很多我小时候的回忆和想象都成为了我艺术创作中很大的灵感 太想念小时候那种天真无邪的状态 通过这种艺术表达也是对小时候的一种回忆吧 想问姐姐做作品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枯燥和累还是感觉到快乐 大部分的时候还是快乐的 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艺术是一种自愈的方式 我非常沉浸在那个过程中 其实是一种享受吧 让我觉得枯燥和劳累的地方 可能是更多跟生活压力有关的 或者是跟business方面有关的 但是做雕塑本身如果我们不牵扯到资金啊 未来发展啊这些宏观的东西 做雕塑这件事是让我觉得很快乐 幸福和自愈的 所以可能好多人看我的视频也会觉得很治愈 最后呢有些人希望我可以分享材料好物 我雕塑的材料是黄氧树脂补土 英文是epoxy clay 好多人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材料 它其实就是AB补土 需要混合等量的两种材料产生化学反应 然后黏土就会开始自固化 不需要任何的烘焙或者是烧制 其实我之前在小红书上分享过一篇 专门讲材料的文章 我把link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 希望通过这个视频 大家能更了解我 以后有时间的话 希望多录一些这种面对面的视频 跟大家聊聊天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希望新的一年里能给你们带来更多 更好的作品 如果你们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新年快乐 想知道姐姐是怎么把 想知道姐姐是 从而产生发学 发学 好嘞 好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